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早安 这是美妙契公布梦 听一声说看这个节目 我是主持人 丹英兴医师 听一声说看 我们这个节目是每一百日再去11点到12点播出 多谢大家收听 共同的朋友 大家早安 我是丹英兴医师 很欢迎大家收听 听一声说看这个节目 我们今天邀请的贵宾是我们现在高雄的 市立联合病院的院长张宏泰医师 张医师 早安 安生敬爱的陈局长 陈院长 早安 我是张宏泰 大家听众朋友 大家早安 丹英医师 本来是高雄英医师 本来是高雄英医师 击新部的主任 我做到副议长 是一个很欠出的胸口医生 然后他又专击新 现在来我们的市立联合病院做议长 跟我们市民学务 算在第一岁在照顾我们的健康 张医师是对这间学医师 我是阳明医学院毕业 阳明医学院第一次出很多人材 你是高雄人还是 我是冰冬人 但是我学校是高雄大人 现在住在哪里 我住在三民区 住在三民区 这样就算了 从小学校就在这里讨历了 小学校都在高雄讨历 所以你也乡业比较 我学到厢中 但是没有讨厢中 因为我当年住在联名区 我讨国光中学 哦 联名区的国光中学 OK 我那班也有国光中学 所以你阳明比较后呢 去对的训练 阳明比较后 我先做兵做两年 再来在台北厢中训练外科 台北农总 台北农总 OK 那很好的训练 都完成 因为我们当地高雄 所以那几乎高雄 英明中议成立 我就再来吃 OK 所以开始你都做外科吗 我做一般外科 一般外科 我做一般外科 就来七八年以后 就这天 就我的老师 我说 现在基金石 缺一个外科的主任 张老太 你那做好吗 因为我现在缺 当然老师高待啥 我就去做啥 所以我一辈子 从来没有想到 我会去急诊室 但是因缘机会 我们就去那做 OK 所以我的个性是这样 老师高待啥 我们就来做 没有做过的 我们也可以去学习 没问题 你一般外科 如果做好 那去到急诊室 当然很受欢迎 急诊 其实外科去急诊 最派得上用场 车好来 对不对 没有就什么 一个头部外伤 没有就什么 脈头疼 到底里面怎么要开 那就是说 一些骨骚的便宁 你做外科 你比较 专注的对一个领域 我虽然那做外科主任 我主要是做管理者 其实那不是真正在投入做很多外商 我只是网楼一批的好的兄弟 做回来 兄弟两个姐妹 那是外商科男男女女 我记得有八仙过海 有七个男生一个女生 把那个做的还算不错 我本身的我的主业 我一般外科里边 因为到了高雄种种 原来我在台北 我做的比较多是肝脏的手术 但是后来在高雄这边 也是老师指定说 乳房外科 我们在南部还相当多的乳癌患者 连专注的比较多 那时候还做得很严重 不然张宏泰你来做 因为以前来这 你知道我的老师是香港来的乔生 所以他有的时候跟我们的南部的女生 女士沟通不是很容易很顺畅 所以要你去做 他就说你这个人还不错 你就爱陪人 这样说来说去 这女生的疾病那个时候很多 不然你来做 我都好啊 老师你高带上我来做什么 不然一般外科来讲 这乳房外科不是说很 不是说主流 那时候也没那么热门 没那么热门 而且不是主流 但是现在乳房外科病人也很多 现在主要是人多 因为离病的比例真的是增加很多 乳房病人也很多 所以你就是这样 乳房外科 然后又肿瘤外科 这都有关系 是 然后 你急诊做多久 我做了九年的急诊部科主任跟部主任 我做了九年 当然那段时间也碰到一些的 整个高雄市 我也做了高雄市的紧急医疗网的执行长 EOC的执行长 那个时候也碰到巴巴风灾 也碰到SARS 所以那段时间其实坦白讲 我们还面临过去真的没有碰过的事情 我记得在SARS的时候 局长你就是我们指挥官 那个时候我们面临很多挑战 当然最后我们的结果都做得还相当不错 你荣总没有沦陷 是那个时候 没有院内感染 谢谢当时的院长 杨院长他也是让我们 听了我们很多的建议 也给我们很多指示 杨院长不错 我那时候和他打交道 我感觉他不接得有效 虽然他在SARS期间就 就离开了院长的位置 但是我们还继续把他的指示做完 所以我们当时我们荣总也创立了 全世界他第一个把急诊室搬到户外去的 户外没有冷气 没有电没有什么 所以那个时候就变成像 他在野战部队 我古早我这会 当过兵也是 经验的 互相学习 配上用场 配上用场 因为我做过我们的特型队的衣冠 所以我也做了 你的部队是什么 那个时候我想我运气也还算不错 八字人家抽不到的钱都被我抽走了 那时候叫空降特战部队 空降特战部队还有一个更特殊的 他有一个 现在大家都很熟悉叫黑鹰部队 黑鹰 黑鹰部队 就是我们就有一百个人在凉山 这是出生入死的 不是出生入死而已 而且是我们要高空跳散 我们要山训要海训 所以当年我的肌肉还是有的 今年虽然现在年纪四十年之后 我们听这种朋友 你们今儿没看到张医师 张医师好像蓝坡 南坡是够奖的 上山下海的 不过就是变成有一个比较坚毅 愿意接受挑战 我这来做近镜最好 近镜就是要耐操 可以面临一些抗压 这真的是抗压 这都是从来没有规划的 这都是很多金 我还想到你的早来吃 没有啦我还想到 我是说那些地方是地价都高兴最多的地方 我实在说 那一坪都几百万 你说要来联合医院做议院 我也怕一条 你要听到这些事情 我来对总统签一个专家 急进的专家 还做到法院议院 以后中心的 要来我们家里便宜 这很不简单 没有啦 我是那个丁远长官有指示 我们指示就来接受挑战 郭湛都这样 所以我一辈子就是在旌旗之旅 从来没有想到明天要做什么 这高兴市民要给你感谢 因为不是 我做局定的是 我只敢也想说 要怎么拿去便宜找到好的医院 还是医生 你知道发生一个有趣的事情 我们高兴有一间凯旋医院 那是精神科的 我自己做精神科的 所以我先清楚 说台湾对一个精神科医师好 我就想要一个人 这个人叫做宋维春 台大教授 儿童精神科的官位 我就把我的卫生局的人事主任说 我想要商调这个宋维春教授 来做凯旋医院院长 我没想到我的人事主任 给他印一句 他没有公务员资格 奇怪怎么台大教授会 没有公务员资格 他说院长你去查 他们台大那个教授 都在教育部有登陆是教育人员而已 都没有去全序部登陆 所以他没有公务员资格 我听一下很不服务员 我告诉你 有没有公务员资格有那么重要吗 我如果能够请陈兆龙 高雄长庚的院长全世界开冠的秋述 摆第一第二 我说如果陈兆龙要来做我们市立联合医院院长 大统医院院长 你还不高兴 我们是长庚的院长 世界开冠的官位 我如果要请他做市立院院长 我们感谢都来不及 但是你告诉他他没有公务员资格 当然长庚 绝对没有公务员资格 不像你是荣种 你还有公务员资格 我如果要拜托一个长庚的院长 来去院长 他跟你说没有公务员资格 可惜 所以我就跟人事主任说 你不要这样死脑筋 你头上摆他去 我们要为市立院找最好的人才 没有公务员资格有那么重要 你就想办法解决啊 对不对 我说我整个高兴就不负 到时候我也是用尽办法 我也把宋维春调了 所以宋维春那时候来做凯贤医院院长 开始做四年把我们帮忙很多 所以今天像你这样做到荣种庚的院长 转来一个便宜做院长 如果我做局长 我也要跟你整个感谢 来台湾国庚市民博物 真的 因为像张宏泰医师这些 你看你在荣种 几个急诊处理多少遍 你们几个可能两三百的 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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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三百的作用 过年都差不多七百 七百 对啊 一个那个中心 别人那么多 来我们市立院 几个可能一百的 对啊 所以人们对大便宜 对服务 远接那么多的地方 远远来我们社区医院 远远来我们区医院 替我们的区民做 医学中心的水准的服务 当时都不够了嘛 对不对 不过真的 我是感觉说 你能够把医学中心的经验 在那些好的困难 你又困难过很多少年医生 这样 起来我们的市立便宜 这对我们高雄市民 是一个福音 非常感谢 谢谢 尤其我看我们现在 我们的听众朋友 联合医院 在对你们知道吗 这就是以前的护佑医院 在美术馆边 中华路边 那是我们的 现在精华地区 拉罗队 这个美术馆院区 现在新社区 很多我们 新大楼现在去很多的 现在高雄市人口 建家常吃的地方 就是这样嘛 所以你们很多新的 我不能说都 那种豪宅 但是这些都 中产阶级 以上的 可能住在那里 是啦 我也很想要住在那里 因为现在高雄市 全家都住在那里 对不对 所以那些住民 有这个联合医院 替大家 服务照顾健康 应该是 很高兴的事情 你在种种 做急诊部 你刚才说 放到 风災 八八风災 八八风災 八八风災是这样的 那时候我是高平地区 紧急医疗网的执行长 所以你们要处理 要处理了吧 那是这样的 因为我以前我是冰冬人 每个月落大火 我就知道冰冬 没有冰冰水 尤其拿冰啦 拿冰啊 我就冰很多会拿冰啦 拿冰到 因为我做冰在那里 所以我知道 沿海地区 加冬拿冰 都地层下陷啦 所以我那时候 这次落大火 一定拿冰那里喝水 所以那时候就 因为我很多医疗网 我那时候有通报啦 我也通报 啊冰冰都有不断有 有所谓灾情的传过来 我知道那时候 当天有一个病院 刚才 他们的洗肾病人 三天没法洗身 因为水没法入 完工没法出来 因为被海水 淹掉 所以那时候 我记得我半夜 半夜那时候 我从高雄荣种 我找了很多物资 包括水 跟那些的被单啊 什么的 我半夜跟现在的 现在高雄的 急诊部主任 也就是我科主任 我们两个 正会压着一部 很大的车子 进入车 又无资运送 进入车又开不过 高雄大小又回去了 那冰箱车呢 对 那大车轮很高的车子 我们跑乡间小道 因为我路我去熄 因为我冰冰 我常常走我知道 所以那大条路过不去 我去洗条路就走 半夜11点多 把物资送到那边去 但是我那时候碰到 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高雄县都没有音讯 那时候大家知道 冰冬有灾难 但是高雄没有 那时候我知道 这个一定有问题 因为那时候 他们都一定要回报 但是高雄县 完全没有办法回报 所以到了第二天 这段很重要 我们先听一个音乐 这旧灾的经验 这第一次的宝贵经验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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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ean栏目 看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可以 removing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说明镜与点栏目 你 Religion Right 爱你我很相华 看把 fulfilled 伙展 商品 你的游戏目 你 equal原 press明镜与点栏目 ولindo 主看只是喜欢 月復丹月昂 雖然感情用着等 不通对阮内遗难 在台中像月仪 会等的会等我生难的梦 一首阳心梦梦 月復丹月昂 雖然感情用着等 不通对阮内遗难 在台中像月仪 一尖区当你联合 在台中像月仪 和幸福丁月仪 达兵 联合 再回來聽醫生說看看這個節目 我是丹英兄醫師 我們今天在採訪的張宏泰醫師 他剛才跟我們說到八八豐災的時候 他們運送物資要去救災 因為他是冰冬人 拿冰 加冬那一代 台風和飲水 他都感受很深就對了 他剛才說高雄館有時候不知道哪裡有災情 所以他說你做高高品的這個 EOC的執行長 就是緊急醫療的執行長 這很重要 你可以把這部分的工作 稍微跟我們的聽眾朋友介紹 或是有什麼經驗跟大家分享 我們如何做緊急救災醫療這部分 我們如何努力 台灣有六個地方是EOC的緊急醫療執行長 那個EOC 這是這樣 那本來是收集資料 但是八八豐災那一次 我們除了收集資料 因為衛福部他也給我們一些指示 就是也協助做一些直接現場的指揮工作 所以我會記那個時候 我在旗山高中那裡 因為大家要救援都在那裡 因為當時發現高雄縣都 音訊都全無 都中斷了 都中斷了 所以代表說裡面可能有問題 所以那個時候很多人就急著要 包括我們很多的原住民想要回他家 或者是說有一些人 路上去也不知道 路上去 所以當時我記得在旗山高中的時候 包括直升機 那時候有直升機 本來是希望就是說我們醫療人員 趕快有醫療人員到裡面去看 那時候我們高雄總總是負責六龜 因為我在現場我又是指揮官 所以我們高雄總總總 我們先派兩個醫生跟兩個護理同仁 上第一架的直升機 直升機 直升機是六龜 但是那個時候 直升機要降落的時候都有困難 因為降落的時候 那些我們的很急的原住民 因為他想攀上直升機 因為想要去 所以我記得直升機幾次要下降 又不敢下降又會回去 不管怎麼樣最後就是有去 當然我們這四個同仁 他們去之前 我們都有已經過去 其實我們都準備過 他們要出去都會訓練過 所以他們包括 我是跟他們講 想救準備兩天的東西 你要維持兩天 你可以自給自主 萬一回不來 921大地震那時候有一個經驗 你說921我怎麼有經驗 我們急救的團隊進去 也同時變災民 對啊你不停出來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開始訓練 你要被的人身上要揹著小鍋 小小鍋子 你要帶乾糧 想要維持兩天 對 兩天 當然大家很緊張 所以我們要去的同仁 都有心理準備 就這樣子去處理 當然當時 我想那個時候的情況 真的有點混亂 所以混亂的意思是說 有的人家屬 他想要去 有出來的人有問題 還有我們要救援的這些團隊 從台北很多好心的人要做回來 對 就很多人來的時候就有問題 資訊也沒有整合 沒有整合 所以在那邊 我記得當時我也做了很多整合 包括醫療團隊的 包括我們的志工團隊 包括我們的警政 衛生 大家互相協調 對 所以我當時發現說 有時候物資過多的時候 反而是一個災難 變成災難 我們921的時候 就是發生這個問題 因為音訊斷掉 通訊斷掉 結果台北 我們高雄也拼去中部 要救災對不對 晚上對一位欠人 對一位人太多 物資也是 有的都在送到那裡 結果那裡 找到那裡 搬不出 那裡送不到 沒人去 我們那時候就發生這個問題 所以921的經驗 要在88 我們就改善很多 所以最近科工館 陳館長也會邀請我回去 他們有 會展覽 當時看到當時的景象 其實都會回憶出來 台灣雖然我們剛才有 改善這種災難 但是大家經驗越來越好 其實我們有機會 我們可以把援助到其他國家 對阿 所以那時候印尼的 大地盪海嘯 海嘯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已經stand by了 走下去 但是因為在蘇門達達 正好有叛軍在那邊 所以後來被盪下來 但包括海底 包括幾個地方 我想台灣在緊急醫療方面 其實我們都走在前邊 有機會去提供這些協助 這支補貴的經驗 我想這都是大家慢慢學習起來 是 所以你以前陪養員 你也沒想到到要做這個 其實你如果要叫我做 那時候我一定是反對 我說我要好好做研究 我要好好照顧醫療的病人 但是這有時候人生就是在處理 有的時候計畫趕不上變化 但是這個明明中注定 你做兵自己做到特種部隊 那種特種部隊也是上山下的 進行任務的 因為那時候我跟他說 我不敢跟他說我要做散兵 你不敢 我跟他說 有啦 我要去跳散 但是我們像青年公園 古早青年公園 跳那個四層樓的 他不知道我跳一千六百英尺 你如果是 我是中華民國的散兵 戴著眼鏡跳散的 那時候這麥驢要扣開 我不會風出頭的 怕他又飛去 怕他又飛去 但是我想說我八字還好 我想我不會走腰 所以我就說我勇敢的跳下去 沒有問題的回來 這樣齁 這不簡單 我看做醫生像你這個訓練很少 但是這都明明之中安排好 這不是我 也沒有想到我會去做這個書籍 我也沒有想到我會去做 做兵出緊急任務的訓練 現在來做醫生又出緊急任務 也沒有想到我們會碰到SARS 對啊 所以因為這樣子 我英後德武 我們高雄總統那時候 臨時那個時候 我們的院長叫我去參加 急診去參加SNQ的比賽 我說沒有啦 我們沒有準備啦 沒有什麼文章 結果我三個月 我們去參加 用這幾個災難的內容去參加比賽 我們得到通牌獎 我們不是只有入委 我們還得到同牌獎 我記得當時的衛生署署長楊智良 他在一個我們的團隊會議裡面 他說 欸張宏泰 你的分數沒有100分 我聽在講話 他說你是180分 哇 我把這個錄音錄起來 去參加比賽的時候 我跟別人聽 所以你們這個緊急醫療 怎麼去國際上去 我們現在是幾次要出去 我們都有先前的人去 但是最後還是因為 有一些是外交的關係 有一些是安慰的關係被擋下來 但是我想這個都有機會可以做啦 包括現在我想高雄農總 這個外商團隊還相當不錯 他們現在我們的主要是 跟著我們的特殊隊 因為我們消防局有一個緊急醫療的特殊隊 我們搭在他們裡面 所以 包括我想兩年前花蓮大地震的時候 也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現在發現 其實真正你在外商的時候 醫生的角色其實不多 救難的人員比較重要 但是救難人員他的安慰 他的醫療是需要的 所以我們就搭配消防局他的特殊隊 我們搭在裡面 平常大家就一起演訓 這樣大家彼此的默契 所以去花蓮的時候 我們就跟著他們過去 所以 我是覺得這個是可以做的一個模式 不然別說醫生去不知道要做什麼 坦白講我們醫生離開的醫院 可以做的事情還真不治很多 但是這樣 無用武之地 但是 台北的土堆裡面 酒桃堆 我們醫生也不知道 我們不要使用種氣械 所以第一時間 把他拉出來 囚我才算是財錢 所以後來發現 我們要照顧的 反而是這群的特殊隊 救難人員 他的安全 他的醫療也很要緊 這也是這幾幾次 就是這種災難以後 我們才得到的一個想法 我知道了 你講到921 那時候我剛剛在做衛生局長 那時候真正台灣第一次 剛才這時候 睡到六點多 喊一下 但是爬起來那時候也沒想到那麼嚴重 因為在中部嘛 去上班 電視一拍 哇 死傷那麼嚴重 那時候是他跟醫政科說 快點 調高雄市的所有救護車 各大醫院可以派救護隊友的 我們自己衛生局去便宜也派 當天高點就出發了 在執政副集合出發 結果期就是發見你剛才說的 通訊都中斷 和中央沒辦法聯絡 不知道到底是操縱比較需要 還是保理比較需要 還是國姓 災區很看 要去哪裡 再來 去到 你可能知道我第一通接到的電話 副局長卡回來說 欠絲帶 欠絲帶 要抵絲帶的絲帶 剛才都沒帶 不知道說絲帶很多 啊 飲食怎麼有冠冊 所以都也緊急 緊又找 所以那就是救災很多 沒辦法遇到的事情 經驗 你剛才說SARS也是一樣 我們台灣以前沒辦法遇到 傳染病 沒辦法看過 和平醫院去封院 好啊 醫護真的都不可以出來 醫護真的也在發救命 那時候他們也有一個急診主任 那也是很大的衝擊 一方還要安慰給人員 醫生 一方還要避難 家鄉也要遭職 那時候我會去葉金川 他也是 衛生局長本來沒做 也趕快拚這個和平醫院裡面去指揮 我們現在這個 所以你們不是都有在演練就對了 我想很多事情不是等發生再去想 一定是預先 因為作戰就是要準備 所以你都要模擬各種狀況 所以我們在急診常常會有新年裡 有很多場景 包括現在在急診室 我會出很多的狀況題 什麼樣的病人來 或者是有什麼樣的暴力可能會發生 例如 包括醫院也是一樣 你有發生水災 發生火災 發生地震 其實醫院都會發生 所以這就是要不斷地在演練 而且以前演練常常是白天 然後後來我的演練一定是夜間 晚上 因為你晚上出狀況更入拍應 晚上你也沒點灰子 完全不一樣 而且晚上也人力最不足 所以我現在在聯合業 所以我也是開始在讓這樣子 所以急診室絕對不能動電 急診室 病房 加護病房 這款的地方都一樣 所以我想在加護病房 有時候這樣訓練 也減少我們很多的可能的災害 因為前一陣子 我就是訓練 加護病房要學會疏散 對 對 對 因為很多的 很多很奇怪 火災出問題 都是在半夜 所以現在我都是半夜 在做這樣訓練 所以我們前一陣子也是 那個不是火災 聯合業沒有發生過火災 但是那一次是我們的氣體突然 警示有一點問題了 所以我們也是立刻 他們還沒有等我指揮 他們就已經疏散好了 所以我覺得 平常有準備的時候 去檢測 對啦 這很要緊 你看我們台北有一間病院 護理之家 對 就是發生火災 疏散不足 就有老人去被生去 所以急診的事情 還有病房的事情 是在做一個病院的議長 或是像你這樣做急診的主任 現在還做病院議長 很多人都想做議長很爽快 不知道說 每天都在煩惱 對當時病院要出事就對了 是 現在我們台北常常說 我是工頭 工頭 因為我去聯合院 我大概花了半年的時間 我整修了第一個病房 原來整修他們 原來以為是做外面的裝潢 這些改善 其實不是 我大概有一半的機會是改在 那些管線 醫院很多管線 安全的問題最重要 一些水 水裡面就有乾淨的水 有污水幹管 氣 我們的氣就很多種氣 有氧氣有氮氣 有氮氣 有空氣 那有時候回去 氧氣輸送不去 別人都撞去 因為這個醫院久了 一定要放心 古早這些看不到的地方 都沒人去注意 所以我是想這個最重要 沒有那些清潔人員 他不斷在清掃 因為我第一天去聯合院 我一邊說 因為一個女生的廁所 我是不會進去 但是有一位貴婦 他出來的 跑到院長室給我念 抱怨 抱怨 你們怎麼味道那麼重 我說沒有我們都有掃 結果發現污水幹管撞到的 所以後來我才發現 污水幹管不弄乾淨 因為管線有太久 太久以後也生鏽 會流水 這個都要去通 因為古早到沒人在注意這個 所以現在我都是 開始做這樣的工作 所以聯合醫院 我們就是要塑造一個 病人最安全的環境 當然 不是說漂亮 而且安全 醫院是很複雜的一個工廠 像陳院長 你有檢驗 你有檢驗 但是我現在聽你這樣說 我覺得你很優秀 可以注意到這種很細的地方 其實這是最重要的地方 人家說魔鬼就藏在細節 對 這如果沒有注意 只有便宜創得很漂亮 出事情 災難就來了 我們平常是可以注意這個事情 甚至對最根本的地方去防範 這就是一個做便宜管理的人 很要緊的事務 所以你對急診救人的命 到做緊急醫療救災 到現在管理便宜 救所有的民眾 這是很不簡單的一個發展 我覺得張宏泰醫師 他可以來我們的治理便宜做營 真的對我們的治理便宜 這個組織的提升 一定會有很大的貢獻 我們要聽一條 他最愛聽的歌 來 我們再繼續請教 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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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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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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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听医生说 这个节目 我是丹英兄医师 我们今天在接受采访的是张宏泰医师 张医师是阳民医学院并预 bé宗盛 对这个病院的结构性的安全 和很多防止灾难的发生 他用很多心的处理 刚才张医师有说到 这个所谓的急诊暴力事件 这现在也是大家很关心的事情 我想那个急诊暴力 是以前前几年 卫福部也认为这是几个乘客 医生没有人愿意当医生的原因之一 有很多人会做急诊 就是怕出事 我想我开始在做急诊室 也是这样子 因为我是做主管 当时很多 我碰得到很多是可能 就是要马飞的病人 他们就长期 来到急诊室 突然煮马飞就对了 这种是真的最伤脑筋 那个会造成急诊的同仁 包括护理同仁很大的困扰 那有时候灾时来 会不会是来 你不把它煮一点 他还对你做 你会灾就对了 你会灾 所以灾的时候我也想过几招 后来这个有一些招式不方便讲 但是我觉得很有效果 因为你要让这些人 他感到说 来你这里给你打算不好的 我想那个程元长 你本身精神科医生 这个读引 最难处理就是这些别人 所以有时候是不得不要去管制 所以我那时候在荣总有贴了一个 跟所有同仁贴一个公告 除了癌症末期 这个是医疗上真的是需要打的之外 要做以外 其他不能做 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想责任就是主管自己承担 虽然他们当时我也遭受很多的恐吓 但是不管怎么样 那些人后来因为我们的一些处理 我想荣总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少很 几乎没有了 大家觉得来荣总要 你又要不到 他在那遭受 他觉得不舒服他就不来了 大概在这边 但是医疗暴力里边 当然有一些是因为知识 大家彼此不对等 比如说有一些家属他觉得 医生的所作所为 他不一定那么了解 没关系 没了解 怕会这样 所以会有一些跟医疗会有一些增值 当然是这样子 我想医疗法事实有条他也通过了 里面就是你所谓妨碍到医疗的行为 这个是有刑法责任 所以当然医院的 我现在是做院长 我一定要支持做这个事情 因为过去很多的医院的院长会说 最好不要去把这事情宣扬出来 息事临人 对 所以后来 那就是这样子 比较厚 还是比较厚的犯质 就变本加厉了 所以现在包括所谓肢体的暴力 原理暴力 假如让医疗行为不能继续执行的话 我院长是支持他们 现在也很谢谢包括卫生局 包括我们的检查单位 警察单位都来支持 不能有医疗暴力 而且是临重忍 当然我们也是自己要自我要求 因为来急诊的病人 因为他急 尤其他的家属 所以我们在很多的方面也需要体谅 也需要做好的服务跟沟通 我想这是双向 让医疗暴力可以减到最小 最少 在这里有要让我们的听众朋友 一定要支持病人的工作人员 因为急诊的医生、护士 还是说行政人员 其实都是要替大家服务的 而且你来急诊 当然就是緊急的状况 大家都也是想说 急要怎么给你帮忙 减轻你的痛苦 不过 有的稍微没办法而已 就要回家 甚至对医护人员恶元相向 甚至更严重的出手要打人 有的喝酒水 来到这里就哭哭哭 医生不先处理 他就要打 以前我发现凶杀案 对这次到急诊 去台湘的人 向上来急诊 结果台湘的人 接这次到急诊 是要再抬 这次医护人员要接 不过连医护人员就受伤 所以这都影响到 正常的医疗作业的时候 这对医护人员 参与一个很大的厚力 结果甚至为了这样 双不敢救人 这样对我们民众 也是一个孙心 所以现在发育上当然 有保障医疗人员 在进行医疗工作的时候 不要去受到这种感要 不过 希望我们社会的台中 我相信台湖的人 都是很明理 当然有打扮的 我们也是希望可以得到好的照顾 但是总是有少部分 影响到这种正常的医疗 很厉害 现在发育上是会发 甚至会破刑 所以我们大家要注意这个事情 过去我知道有一段时间 急诊都呈没医生 因为他们比较少 不爱做急诊 其农民就是 怕这种医疗糾纷 急诊暴力 当然做急诊 他的特质 就是说 每天都出生入死 所以你们做急诊来说 抗压性要很强 要承担很多风险压力 当然你刚才说 你这个特种不对 不能出来 但是你平时有什么方法 解除压力 还是说 你怎么教你的年轻的医生 怎么来疏解 他们的工作上的压力 我想急诊 有一个叫团队 团队精神很重要 我们年轻的年轻的年轻的年轻 现在都是主题医生 而且我们同时也不会只有一个医生 互相吼力资源 所以说你不得了 我可以保障 不可以雇军作战 对不可以雇军 还有一个就是说 急诊的病人 它的复杂度是比其他门诊 其实很复杂 因为一来 你不知道它可能是什么 什么可能 所以急诊的 坦白讲 我们急诊的医生是 受计要最高 所以我在病院里面 急诊的医生 要让它最好的给予就对了 待遇 不能好 而且要让它这个环境 对它是友善的 当然 所以现在越来越来越少年人 愿意 来做 这很好 我想这对台湾 整个社会是好的事情 对啊 你如果没人要做急诊 大家的生命 就减一个保障器了 以前急诊都是 少年医生叫他急诊的 这不一样 急诊要求 都有经验的 都有经验 对啊 因为 实在说的 你看有个病人来 也没说话 分泌不行 所以这精短 技术一定要 很好 做急诊的医生 各科都要折 地上要浸 浸 检测 也要 当机立断 因为你需要判断 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 需要做什么样的处理 你如果说 这个时效性 拖慢器 有时候抢救的黄金时刻 就没去了 所以对急诊的医生 其实你说的 差不多10件病院 都把急诊的医生 当作报 你如果没有急诊的医生 这件病院就差不多 就瘫痪了 就不能运作了 我 我在罗东圣母医院的时候 那时我也常常为了请急诊的医生 都要四季去拜托 去台北那大便宜拜托 所以这急诊的医生 其实你说现在有更多人愿意做 这样是很好 我觉得很特地欢喜 我以前做局定的事 吃力便宜 哦 要拜托人来急诊 后来就是拜托到国医的蔡米山 这是你们急诊的前辈 我的学长 我去拜托 我非常感谢他 他做到国医的急诊主任 还转移来我们吃力便宜 把我们顾急诊 再来奉献我们的年轻医生 实在是非常感谢 所以这 有的人实在是在医界 有这种奉献的情形 这是大家感谢 好 没我们再来听一个音乐 不知道 要来接受一些电话 有些人要跟我们问吗 空白空空 五二九五二九 空白空空 五二九五二九 这是我们康英的电话 我们今天是张宏泰医师 他不单是一个乳房外科 肿瘤外科 又是急诊的医生 又现在去便宜 来 我们来接一个电话 看有谁要请到问题 来 请你说 陈医师你好 你好 我是峰山 姓菇 菇政府 我有一个问题 我的脖子痛 自己说腰椎尖盘奔截 这个去 做附健 已经做了 将近三个月了 都没有什么效果 到最后是不是要动手 是怎样 你去逢山 我在长庚做附健 我长庚做附健 都没有什么效果 对 你可能要倒回去骨科或神经外科 判断是不是有需要开刀 这现在有骨科 我还要那个骨科 诊所那个都叫我 不可以去诊所了 我没有诊所 我只要他提高而已 说 这 有骨科 有效果 有效果 我只要 骨科 你如果椎尖盘突出 有效果 但是如果 奔截是没有效果 那是奔截 他突出的 就是你那骨 本身已经有变化了 嘿嘿嘿 嘿嘿 我看回到医大不错 医大的神经外科很好啊 你回去让他们神经外科的医生 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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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红山岗那是太狠的 红山岗医大很狠哦 对啊 不然你去队更近 我是长庚啦 长庚也好啊 长庚当然是很好的便宜啊 对啊 这已经在做附健做 这两个月啊 是啦 既然三个月 不进步 你要倒回去 骨科还是神经外科 判断看需要开刀吗 这样好不好 他这是神经外科啊 对神经外科 神经外科 好好好 谢谢 好来 我再来接一个电话 请你说 陈医师平安 要请教你很辛苦的事 你很辛苦 我们今天张宏泰医师 是多高近近啊 要请教我好 你说 没有啦 这一个朋友几年了 去带我家里 他去 在普通中间 大一两个月 有说有材料 就好 回来他又够 够伙伴不够伴 他回来没材料是吗 这种程度是没推定 那我们的好基就没有 不是 我跟你讲 是 有的便不是说 好就好去 像是说 通常便 草盆 草盆 就是草盆在这里 你没有草盆草盆 你通過便宜的腰沒吃肥腸就更高 所以精神科的便宜也一樣 你有好 但是如果腰沒繼續維持 它症狀就再造出來 這幾年吃豬肉 我就像我沒去加 太好 我知道啦 你不肯 我跟你說 腰吃最要緊 好 這樣喔 好 謝謝 來我再請你講 喂醫師你好 我要請問一下 那一個腰後 為什麼吃幾個禮物都吃得不好 你問一下這個學比好過來 我就不肯跟你打 你腰後是怎樣 腰後都會痛 吃幾個禮物都吃得不好 你在哪裡看 我在我的附近看 你住哪裡 我住在丟酒 丟酒喔 丟酒是不是有什麼好的便宜 張醫師知道嗎 你腰後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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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安泰 安泰 安泰 操作安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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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樣看都不好 這樣我看要去屏東基督教醫院 好 屏東基督教醫院 不然就要高雄農種 高雄農種 高雄農種 對啦 比較大間的便宜 整個上市檢查一下 不然一直吃 還會痛就有問題 對嗎 好 最後一通 來 請說 喂 醫師啊 我請教你一個問題 我這個有在北角媽祖病院 已經 不能看到 頭去生死來 哪有看 嗯 啊我那個腳疼傷了 嗯 啊 到尾都看不到 那個 啊我們北角那個醫師 他是 在 台北 台北在做 嗯 哦 那很好啊 北角是中國醫藥大學 那個護色醫院嘛 啊 他到尾都說 他到尾都說 要回台南開 讓他沒開啦 啊沒有開 他太太說 沒愛說 那很難 沒愛那 他本來還要去台大啦 王子 下廠去北角媽祖病院啦 好啦 又動去那邊看就好啦 好嗎 那媽祖病院的意思齁 我就是在台北看得到很多位,看都沒效啦 我當我回去了,他給我看一看 說我以前是做鎮仔油的嘛 當我講是鎮仔油說有那個... 是的,我現在時間夠了 我建議你,若是北港沒有,你就是去... 你那比較近的是哪裡啊?你那比較近的應該是去... 北港是... 家宜,家宜附近那... 去家宜的長庚看看啦,還是大拿池寄啦 好嗎? 好,謝謝 謝謝,謝謝 阿嬤阿嬤